我们在关心北台湾这个疫长的背景之前 先来看一下本土疫情的最新发展 今天本土是新增35600多例确诊 死亡个案今天新增84例 提醒大家疫情的部分真的还是要特别留意了 继续来看到的是柯市长昨天再度语出惊人了 来看到他是呛朱立伦 因为这个朱立伦用排黑条款把中东警给排掉 那前一阵子中东警又跟柯市长见面 所以就被戏称黑白配 那柯市长非常的不服气 他说国民党如果道德标准这么高 那他就要跟朱立伦吐槽了 他说你们不止一个议长是这样 告诉我北台湾哪个议长不是黑道 这个被点名的国民党 我们先请以姓委员来看一下 我们稍微列出北台湾各个县市的议长 自中议员坐在这边可能松一口气 高雄的没有被骂到 我们先看一下北台湾 这个基隆议长叫蔡旺莲 台北市的议长陈锦祥 对 世间议员有说过 这也是国民党 新北的议长蒋根皇 这个等一下敬意要来把我们补充 这也国民党 桃园的议长邱益胜 新竹县的议长张震荣 新竹市的议长许修睿 专博清一色都是国民党 那苗栗县的议长中东景 因为这次呢 就是要极力的参与苗栗县的选举 所以后来被朱立伦开除了嘛 那现在变成无党籍 要不然的话 几百下落来 都是国民党的啦 来 这个 乙庆委员怎么看 这个柯市长对于国民党 多索指教 说没你说看啊 现在哪个议长 这个背景不是黑的呢 北台湾哪一个议长不是啊 来 委员怎么看 其实啊 要当议长啊 真的很难为 那地方议会的议长啊 他平常三教九流 都要能够招呼 然后议员有事情 也要帮忙处理 政府有事情要预算 也要帮忙处理 议长难为 通常议长一定要能够 黑白通吃 可是不是说黑白通吃 就都是黑道 这两个绝对是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说今天他说黑白通吃 然后说议长 每个都是黑道 老实说你是把人民啊 这个当白痴啊 基本上啊 每一个议会啊 他们自己都有 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自主性 那你是意思是说 所有的议员 大家都分不清黑白吗 并非如此 那我说今天啊 柯文哲他可以说是 自己啊 这个这个 他觉得他自己被抹黑 所以他就靠抹黑别人来反击 这种做法其实是不通的 柯文哲这一个事件 最大的问题是说 他如果今天把自己比成皇帝 那也就算了 为什么 皇帝终究是个人 但是他今天把自己 自比耶稣的话 这个就犯了大忌 这已经神化自己了 这已经是过头了 你已经亵渎宗教了 老实说神爱是人 但是呢 世人都是罪人 柯文哲把自己比作为神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口德的问题 现在柯文哲刚才 世间议员说 他意图牺牲自己造就 这个白蓝河 我是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他有这么样子牺牲自己的一个伟大 靠自己自爆要来做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他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这样一个做法 其实本来是期待民众党能够母鸡带小鸡 可是现在看到这个母鸡频频失控 现在变成母鸡会压死小鸡 你刚刚看到黄珊珊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这个言不由衷 他又不能够跟柯文哲切割 但是他又不能够说 他说的是对的 所以说他在 又不敢说他是错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说 这个黄珊珊 他毕竟还在台北市 他不能够讲的话 你高鸿安根本就不回答这个事情了 忙着要切割他 中东警的事情高鸿安都不敢说 所以这个就是母鸡失控要压死小鸡 小鸡赶快就跟他切割 切割撇开距离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到最后 柯文哲还是要回头自己想 现在你会造成 现在其实在各县市 还有民众党的失业候选人 你讲这个话 你会对他们的选情造成影响 为什么因为在地方上面 议长也在帮忙他们 你现在讲议长都黑的 那你现在其他 我光说台南好了 台南你们的这些民众党提名的议员候选人 要不要再去找那个议长帮忙 所以你讲这个话 你有全国的影响 你必须要考虑 这个柯市长这样点名 北台湾哪一个议长不是黑道 当然记者今天也都追着议长跑 我们先来看基隆市的议长蔡旺连 这郭民董 他昨天接到记者的电话说 他想不出来哪一个是黑道 他说现在议长都是老黑了 想不出来 那另外刚才我们讲到 新北的议长蒋根黄 这两天可能电话一直想 记者一直在问 柯市长这样讲 那蒋根黄怎么回应 他说亲者自亲 来这个敬意议员 怎么看呢 现在整个北台湾 哇这个柯市长自己被讲成黑白配 好像很不服气 要拉所有人一起下水的感觉 我想刚才讲这个话 我都在想说 每次进爆的时候就会发觉说 是不是黄珊珊的民调又降低了 只要降低就要来 要网络的声量 这是因为这个淹水事件 让这个水门事件让这个黄珊珊降低 本来他要救他 又讲一句又降低这样子 这实在是对柯文哲来说实在是 也不知道要怎么说 这个人实在是没什么好讨论 但是也是要讨论 民众党我们柯文哲 千做万做都是别人的错 他每次只要一犯错都是白人 今天人家说他到黑道中东前到天 他就说没有啦 我是要把他抖的 我没错啦 都是那个议充 多少个议充不是黑道 我知道我们的新北纪的议充 蒋根皇他是比较空高而已 他的朋友很多 你说他有些黑道的朋友 但是也有这么多人的地方选择 都是他很好的朋友 他是一个很空高的人 很开放 稍微这样的事情可以处理 地方很关心 你说他是黑道 这我真不太听了 我不太听过 柯文哲这种东西 如果说要来省建 人家说你这样说不对 他说我的高标准 我不知道他的高标准在台湾 他拿名的民众党 拿名的这些人 很多高标准 就是说违建四楼去到七楼 这叫做道德的高标准 那酒鞋的人 叫做道德的高标准 那种可以有 跟台贵人的 他也拿名 都高标准 他说拿名的很多人是 国民党都没问题的人 他拿名 所以这是很奇怪 他说他是高标准 他说 大家都去那里 现在不能忘记 你把高宏安抚算的 一个叫做 谢文静 就是前议长 这一张跟黑道的 黑道的也你把高宏安抚算 不然你现在去跟他说 说谢文静 你是黑道的 你现在把我们高宏安抚算 他也把谢文静讲去说 他还是黑道 那这个我想 对民众党的选群 只有更坏 不会更好 还是奉劲哥文哲 不要为了网路声量 让你自己的招牌 原来被建立在八年前的 好的招牌砸掉 也不要害了民众党这些 所有的小鸡 以及这些市长候选人 拜托哥文哲 自治一下 柯市长跟中东景这样合体 那是真的这么好 高宏安不会第一时间被问到 都说他不知道 柯市长现在发现说 这一题好像有点失分 所以他现在讲 北台湾哪一个议长不是黑道 就是想要营造出 都天下乌鸦一般 不是大家都同样 这样子的情形吗 高雄这一次 逃过一劫 柯文哲没错 不过想请教至中议员 确实去爬梳一下 全台湾各个县市的议长 像国民党的议长 确实是占了大半部分 所以这一次 真的被柯市长 伤最重的是国民党 议员怎么看 我觉得柯文哲 他讲这个话 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 你要讲人家黑道 你要有镜骨 或者说这个定义是什么 我不可以把这个 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全台湾所有议长都是黑道 特别有讲北台湾 我觉得这个议长 他们有一个议长联谊会 全台湾的议长 他们有一个联谊会 都固定在交流聚会 要出来抗议 要求柯市长实在要道歉 欠议长 全国的议长们一个道歉 高雄市的议长也不是黑道 现在是国民党籍的议长 这个曾立燕议长 也是资深的议员 他不是黑道 这也是很高兴的人 之前的民进党籍的议长 康玉成议长 康玉成议长 他是这个租深的议员 他也是黑道 所以我是觉得说 柯文哲不晓得是故意的 或是说设计或是怎样 这个提油救火 如果是要来转移这个水门事件 这没有效果 那如果是要去正当化 他跟中东警的这个报警处理 黑白配 这个也是这个提油救火 越搞越糟糕 而且柯P现在是称帝的 他在说他是雍正 这个努尔哈赤汉高主 唐太宗 大家奉地都拔出来 那是因为看到最近中国二十大 习近平也称帝了 这变一人领导了 不是集体领导 他也要称帝 甚至把耶稣会的神父都拔出来 耶稣会神父 你也感到无优耶 耶稣会神父 我有去看那个资料 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 学有专精的人 比如说他是科学家 艺术家 而且都是这个德学兼辈 就是说 德庭平衡是很好的 而且是学有专精 你看在这个明清 来中国很多有贡献这些 都是耶稣会教士嘛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明朝的时候立马洞 立马洞大家知道嘛 那科学家 望远镜的 清朝的时候 倘若旺 这也是天文学家 郎世宁啊 把这个西洋的这种写实画风 带进中国的宫廷 这都是耶稣会教士啊 耶稣会神父啊 南华人 这也是啊 他强调的是什么 他不强调个人啊 他所做的这个工作 是都要荣耀主啊 就是荣耀耶稣啊 那这跟柯文哲的言行 是大相径庭 他强调是他个人啊 他在说他是荒庭啊 他有没有在管别人的感受 或者是想法嘛 所以我觉得黄珊珊很悲情啊 那有一个市長好孙 是孙家公 他整天就要帮 他的租队友 他的主席 擦屁股嘛 所以柯批哦 五堂哥海 黄珊珊啦 那这个也不要在 每一个礼拜 就安炸蛋 我觉得这个是 真的是说懒得理他 但是你选举不能选到这样 不择手段 口无责然 我想这个是被大家看不起的啦 柯市长 莲米公自己是奉地 哪奉地 那一下子又形容自己是神父 已经把自己神格化了 好自我感觉 这么良好的柯市长 为什么昨天 在同一场的这个网络的这个专访当中 他又突然自己认错了呢 他又说啊 这个水门事件 他真的承认自己没有同理心 为什么态度会大转变 到底这中间受到什么样的刺激 这个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再来请教世间议员